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马来西亚这四五十年就出了两号的金融梟行 第一个当然就是陈重青 关于陈重青的生平和简介 除了建议你去看金手指之外 我也都建议你去看我一系列的youtube的片 曾经我针对着金手指和陈重青真实的历史背景都写了一篇影评 那一篇影评都超过120万人的观看 甚至乎庄文强导演都有在访问的时候提过小弟的大名 我也很感恩 所以关于陈重青的生平和历史 大家都可以看回我以前的一些youtube的片段 以及一些facebook社交媒体的文章 除此之外 我亦都针对着郑宏泰博士最近的一本新书 去讲陈重青的生平 都找了他做一个访问的 大家可以去回《奇人坛》这个节目系列那里 找回郑宏泰博士的那个访问 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到更多 就是陈重青的生平上面的一些事迹 以及那本书的一些大致上面的内容 我当然也都建议大家去书局那里买一买这一本书 陈重青的那个部分 我相信香港人都有一些的基本认知 因为始终他都成为了香港人 在某一个历史时间点上面的共同记忆 佳玲案都是一个挺厉害 或者是挺夸张的一宗案件 死了很多人 少了很多钱 甚至乎涉及到国际关系上面的一些阴谋 那这个部分就按下不表了 另一个马来西亚这十几二十年 最出名的金融梟雄就是刘特佐 刘特佐最出名当然就是一马币案 而一马币案的那个分析 我之前都很凌散地在我的一些社交媒体那里有讲过的 大家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我又讲过刘特佐 大家都可以订阅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不想去听我做一个声音上面的分析 想原汁原味了解多些刘特佐本人的一些操作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勤吞亦曼》这一本书 是由一个外国记者就写出来的 他就将刘特佐如何由零去做一马币案 然后如何跟纳吉一起合谋的整个分析 就写在这一本书那里 这一本书在出版之前 是收到刘特佐的律师就要求禁止出这一本书 但是最后作者也好 出版社也是顶得住那个压力 就出了这一本书 甚至我也有怀疑当初说那些所谓的禁制 是不是放大了来说去帮本书 是做一个另类的marketing 因为以我理解 就是刘特佐都是一个国际不受欢迎的人士 如果他真的要搞你的话 他可以怎么搞你呢 其实在国际间里面 他能够动用到的资源都不会太多 他只有钱而已 当然是可以买空的 又或者是可以用钱再找人去搞你的 但是到最后 就是这些说法都只不过是会令到本书更加红 更加多人去认识 所以anyway也好 无论是暗黑兵法也好 又或者是刘特佐自己真心 是想透过一些很廉价的律师信 叫人家不要出这本书都好 其实这件事对于那本书来说 都只是令到更加多人去认识 更加多人知道刘特佐当初怎么样 是由零去搭整个鸡棚出来 然后就透过1MDB一马币案 去将国家级的财富搬走 搬到自己的袋里 那刘特佐也是另一个梟控来的 基本上他就被美国视为眼中钉 马来西亚就更加不用说了 是100%眼中钉来的 所以刘特佐是100%回不到马来西亚 但是刘特佐本人现在在哪里呢 其实都是一个迷来的 那有些人就说他有时候在香港 有时候在上海 有时候在澳门 这个都是没办法去确认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他和美国的关系一定不是那么好 因为美国曾经FBI是通缉过他 但是好像呢 后来的那个通缉也都撤销了 但是总之呢 因为他是透过美国的投资银行 去做了一个挙额融资 高盛是因为他是输了很多个亿的罚款 而香港呢 也都是有人是受害的 而香港也都是乘机是罚了香港的 一些相关的Ibank 一部分的罚款 那所以呢 就是在那个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说 他们是找到水的 但是呢 在那些真是给了钱 一马币案投资的那些人来说呢 他们就真的输大钱了 国家级别财富都被搬走了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scan 到现在 刘特祖都是没有被复发的 至于他本人的故事也是非常之精彩 又混过肖雅軒 跟着又跟Leonardo就扮了朋友 跟着也都是投资了 这个Leonardo华尔街之狼的电影 甚至乎在艺术圈那里 都曾经在他最高峰的时候 都成为了交易所的常客 拍卖行的常客 不停去拍卖一些 很高价的 艺术作品 而我今次整个的podcast内容 就是针对着这个部分 去再讲多些了 因为话说呢 就是 劉特祖最近 就跟美国的司法部 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他会将旗下的 Andy Warhol Money的资产大概是超过一亿美金的那些艺术品的价值的资产 就全部就还回给这个美国的司法部 那美国的司法部里面的声明就提到了 这一行的协议呢 是他们和租劳 去建立的 也都包括他的家人 和他的信托机构 一起去搭乘这个协议的 这个协议呢 就解决了有两单民事起诉的 没收案件 首先我们简单讲一下 One MDB 一马币案 整件事到底有些什么 One MDB其实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成立的 那就主要是透过引入外资 就是中东资金 最主要都是 就是大家香港人一听到中东资金 或者中东王子 可能都会起了降 就是在想 会不会是搭鸡棚呀 又或者好像之前那个所谓阿里王子 去到最后的钱又 搬不到来香港 搭完那个鸡棚又走了 那个办公室又倒了 网页又可能shutdown了 就有很多这样的揣测 我相信香港人 这半年 对于中东 都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恐惧 而One MDB 这个project 就是早十年之前 流特了去牵头 做出来的 本身都是吸引一些 伊斯兰世界的资金 因为 都是可能 大家的信仰比较相应一些 和 石油生产国向来都是有钱的 以希望去吸纳这一帮资金为主 而 去到最后 其实 这一笔的钱 是 去到非常之大的 是千亿级别的 亦都是大部分的钱 是落了去 流特了 本人的口袋那里 简单来说 就是 亏空了整个国家的供款 但是 那些钱你 入了去流特了那个袋之后 一个有钱人 他都是会想 买下不同的产品 分散一下投资 又或者涂液一下盛程 其中 会用到的工具 就是 艺术品 而艺术品 从来都是 对富豪来说 是一个走资 或者洗黑钱 最好的一个工具 因为 简单到一张画 你把它拆成一个画布 好好地妥善 包起它的画 然后你就可以 直接带过关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 神不知鬼不觉 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国家的海关 都会查清楚任何入境的人 他们的背囊 又或者他们的行李 的一些东西 所以 艺术品作为走资 或者洗黑钱的工具 向来 都是有一个 这样的状况 这次 流特了 牵涉在内的 那些画 就是 接近10亿的台币 因为有 有3500万美元的 Andy Warhol 还有有 6700万美元的 Monnaie Monnaie的幅就是 瑞莲 所以都是一个 比较大额 价值的 艺术品 而在早前的时候 流特了 和他的同伴 一些现金和房地产 在美国的时候 都已经是被人 没收了 所以 这次 是一项的 和解协议 其实可以追索到 上年8月 因为上年8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 就提出了一项 没收的申诉 就声称 因为 流特了 他们是用 一马币案 那些 贪污 或者是 诈骗出来的 资金 去买 艺术品 所以 要补偿 那些 一马币案 受害者人的 损失 他们是 需要 没收 这些 用 装款 买出来的 艺术品 这件事 就由上年8月的时候 就开始发生 到最后 流离了很明显 就是 他 服从美国司法部的协议 就是交那两件艺术品出来 也都顺利地 给美国去没收 我想之后 这两件作品 很大机会 都会在 二级市场 看到的 可能是 拍卖行 又或者 可能是其他途径 就会脱手出去 然后换回来的钱 就会落到美国政府 再想想 如何去返回 涉案的一些 受害者 至于 今次的 这个 装款上面的 可以追溯 也是一个 挺特别的案例 因为 曾经有很多 不同的 艺术作品 可能是 因为 打仗的时候 就辰转流入了 去不同的国家 但是如果要追溯 其实都是很难的 譬如 希腊持续都在问大英博物馆 希望可以取得一些 他们的作品 但是 当中的那个交涉 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没记错 曾经在 西班牙的博物馆 亦都有一张 Pissarro 亦都打到 国际法庭 但是去到最后 都是拿不回 所以 这些国际之间的 asset recovery 从来都是 一些很有趣的 艺术法律案件 而这一宗案件 更加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 涉及楼突了 楼突了 当然就是 它本身 是非常出名的 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更加再 confirm 就是当你的钱 转了出来 再买艺术品的话 其实 美国 都是会看在眼内的 又或者其他 地方的监管机构 都是会看在眼内的 去到最后 都可能会没收 第三 就是艺术品 都是有洗黑钱 以及 帮手就资的 那个工具性的价值 在那 而第四 就是这件 艺术品 很大机会 之后都会在 二级市场 放出去 就 变成了钱 然后那笔钱 就会有一个 妥善的安排 第五 就是 刘特佐 现在虽然他人的 存在的地点 是成为一个米 但是 我想他们 和美国的司法部 都会透过不同的途径 一直是有一个沟通的 那么 刘特佐都是有 他的律师团队 那个律师团队 也会持续去 继续 想着会不会 撤销 某一些 控罪 又或者 谈好一些 更加好的 条件 始终 这件事 爆了到现在 那么久 我想刘特佐 都是想 当然他的生活 继续都是很美好 钱他都是贷了的 但是 到底能不能够 代代平安 又或者 还一些钱 去换取 一些国际 不要对他 私家的 一些制裁与 压力的话 这个就可能是 之后大家 可以再在 身份上了解多些 那么 今次的这个podcast 毫无疑问 都是非常 niche的 亦都是跟 点击无关 但是 纯粹我在 艺术圈见到一个 挺有趣的新闻 又好像跟财经有些关系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 80元会员计划 那么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了大家 所有的问题 那么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么你问我 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 那么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ure那里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么就 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 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这个是一个点赏环节 就是如果 你们有一些的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 可以说出去的话 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我们也都会 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所以呢 如果你有 一些特别的东西 想点赏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 打赏一下我们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 Patreon 订阅产品 Patreon 订阅产品 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面试套演的裁机 我就放在Patreon 产品那里 但具体的做法 你就要订阅我 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样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的话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 就是没以前那么 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 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记 理财财记的话呢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 版本啦 因为一个月可以兑30万免息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 我是教人家有一种 税务 矫交的方法 可以 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亦都 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 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呢 我就教人家怎样省钱 又或者教人家怎样 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记 最近 那 那说 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妍呢 就再劲点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 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那但是阿妍呢 他的那个 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之劲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 是 两三日前买 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然后在上一个月 美股也都涨得很劲 有几只 都是可以涨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 真是 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 在下面Google 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跟阿妍了解一下他的那个 投资策略等等 就跟他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 你一定要找到方法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 就能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这样